RGBT裡面能轉的東西實在太多了 舉凡說你公式轉程式 或者是不同的程式互相轉換 其實都非常成熟 OK所以這個部分我是覺得你們不妨有機會可以 嘗試看看 另外的話去RGBT你每增加一個新的交談 他就會增加一個名稱 那這個名稱如果你要切換的話你可以上下切 有沒有像我剛剛的前一個問題在這裡 下一個問題轉換的部分在這裡 當然你這個名稱如果你說這個名稱 這我看不懂你可以把它重新命名 有沒有這邊不是有個重新命名 那你可以把它改一個名稱 比如你可以改成像今天的範例好了 假設這一個好了 比如我改成這個名稱好了 那我可以直接重新命名 改這個就改成這個 01的文字與這項函數 練習之類的 他就 讓你比較可以知道到底你做了什麼事情 OK 然後再來的話 剛剛我們已經把這個環境介紹完畢 另外你也可以 試試看 請他再把這個 註解寫得更詳細一點 你目前好像他寫這樣子 其實也是看得懂 但是好像看得又不是太懂 有沒有 所以其實你也可以在底下加注說 請 幫我 把那個什麼 註解寫得更詳細一點 那他就會幫你寫詳細一些 再來的話我們Function部分完成之後 我剛剛有講過 那VBA是不是還有一個更厲害的 更方便的 就是連 剛剛這個插入函數都不用 直接在這邊加兩個按鈕 按下去之後 然後呢 就自動幫我完成 那個東西叫做SUB SUB就是 更短 S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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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SUB的話 其實翻譯的話叫 SUB叫紙程式 紙啦 紙程式 就是下一階的意思 那意思就是說 這個就是主要程式 一個module 如果你要在這裡面產生很多很多 不同的 短的程式的話 那就是SUB啦 OK 就所謂的紙程式 那我們今天希望 幫我轉換成SUB 可是 SUB跟Function有什麼地方不一樣 特別注意 Function的話有 所謂的回傳值 回傳到哪裡呢 因為我們將來一定會插入 函數 那你的游標已經放在某一個儲存格上面 所以他會知道說你將來會把資料放在哪一個儲存格的位置 可是 這一件事呢 SUB不知道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將來呢 你要請他 請幫我轉 為 SUB程式 之後喔 你後面還要多 加一個敘述 就是 將結果 放在哪裡 那所以我們要放哪裡 放在 1 這個嘛 因為不然他會以為你放這裡嗎 還是放這裡 然後我的範圍是 14有沒有 到哪裡 Ctrl向下 到1的103 所以你跟他講一下 所以可能要多一個敘述 就是 你的 這個資料要放哪裡 好 所以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所以喔 所以我把它切回剛剛這個 這個喔 所以剛剛不是 從這邊公式對不對 然後公式的敘述 再到我剛剛是Function Function在這裡有沒有 請幫我改成Function 阿說你偷懶的話 你還可以Ctrl C有沒有 然後Ctrl V貼過來 貼到這邊 因為他這個問題是延續的 所以你不用 做任何的改變 只要改成SUB就可以了 SUB 這樣也OK 那你要多講一個東西 我剛剛講 就是輸出到 將結果輸出到哪裡 因為呢 Function會return 直接就讓那個儲存格 可是SUB不會 OK 所以喔 就是補一下 結果 輸出到 14 到 1103 那我跟各位講 到的話呢 你可以加個冒號 冒號的話呢 在那個VBA就是 範圍的意思 1103 好 這樣他就OK了 寫完了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蠻簡單的 貼過來對不對 把Function改SUB 後面加一個 輸出結果 到哪裡 這一招以後都一樣 所以以後你只要把公式寫完 你等於就是把VBA都寫完了 太好 OK 所以你會發現 有Trust V真的太棒了 以前我們要做這件事情 光上課都要講多少東西 同學也真的是 聽得有點 有聽沒有懂 而且做也不做得出來 現在好像只要記得語法 接下來就是要看一下結果 把問題丟給Trust V 看他有沒有那麼聰明 執行一下 那當然我剛剛講過啦 能不能知道說他有沒有正確 當然你看程式你可能看不懂 但是你看上面這個總開看得懂吧 看一下 以下是你需要的VBA SUB層 他懂了 有沒有 他會將格式化好的電話號碼輸出到 有沒有範圍有沒有看到 對他也懂了 還跟你做一樣的事情 他會從 F4到H 對這個格式化 其實F好像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 所以他等於是把這個範圍框起來 然後 幫你做出這些 這個結果 所以這邊的話我看一下 底下就是 格式化 輸出 有沒有 輸出到對應的這個範圍 那沒有問題 所以啦 理論上 當然如果你看不懂下面程式 你上面應該 大概八九不離十了 好 那剩下來就是下面這段程式 好已經大概OK了 然後 底下還跟你講說 這個都一樣 有沒有就是 開Visual Basic 那因為我們已經有 這個 所以你不用再新增的 你就貼到下面就好了 你不要每次 看到這個 又插入一個 像之前有同學 就每次是這樣 按右鍵 又插入一個新模組 然後又貼 然後又每次又一個一堆 結果最後他 找不到 老師你剛剛講的 為什麼 因為他一直插入 一直插入模組 然後一直 有時候還錯 這個 這個不對 這個移除掉 記得插入模組 他變太多個了 我建議各位不用 一個就好了 因為你現在沒有這麼複雜 除非你將來寫的程式很多 你可以用 Module來分類 不同的程式 放在不同的 Module 裡面 目前沒有這個問題 目前就放一起好了 所以呢接下來的話呢 我看一下 我們就已經寫完了 好 那再來的話呢 就把這個程式 直接複製一下 然後 幫我貼到這個下方就可以了 OK 貼到這裡 Ctrl V 貼上 好 那再來的話呢 那你只需要確定幾件事 第一個 Sub有沒有頭 有 尾巴有沒有 尾巴有 OK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他的名稱 那這個名稱跟各位講 這個名稱跟Function 可以不一樣的地方是說 Function是要改兩個地方 那Sub的話不用 因為Sub不會有回傳值 不會return 所以直接改就好 所以你說老師 那這個名稱我不喜歡 我想要把它改成 我比較喜歡的中國名稱可以 而且Sub也許叫手機好了 這樣比較很直接 手機 OK好 就是把手機號碼 好那再來的話我們來測試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 在這個地方 要再複製一個好了 我們把它分開 這個在Ctrl 拖拉加Ctrl鍵 好 那第三個好了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把這個先清掉 就是 油標先放14 Ctrl Shift向下 Delete 好 那我們來試一下 因為我也不確定 OK啦 執行一下 有沒有 有了吧 那再來的話 我們需要一個清除 所以 我們如果假設你清除還不會寫的話 沒關係 再請Ctrl 再補一個 所以OK了 這個Sub貼上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沒有問題 再來的話呢 所以 你請他寫一個清除的程式的話 也是這樣 你可以用這個來改 請幫我寫一個Sub程式 然後呢 然後呢 就是清除 有沒有 就是清除這個範圍 的資料 這樣就OK了嘛 那再來的話 一樣 所以把剛剛的 那個對話貼過來 執行一下 這樣的話呢 看一下 我是覺得他寫的有點囉嗦 不管了 反正現在寫出來就好了 OK 對就好了 看一下是不是 符合我們要的 清除14 然後將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然後將格式化 輸出 所以他顯然 他應該是誤解我的意思 有沒有 所以 這怎麼辦 不需要 所以你就 不需要 對 不需要格式化 所以你如果假設 你就直接下面跟他講說 不需要 再格式化 看一下 就是這樣 這麼簡單 OK 他又重寫了 有沒有 先清除 太笨了吧 OK 好啦 他已經故障了 其實我跟各位講 就寫這一行就可以啦 其他 這些都不用啦 下面 所以 所以偶爾他會故障 你實在跟他溝通失敗的話 你就直接乾脆 如果你知道的話 你就是直接 把這一段貼過來 然後就把底下的這個 這個4有沒有 其實就留 留哪裡呢 就留 這個就 上面宣告也不用 我剛剛講過嘛 其實因為 VBA不一定 可以宣告也可以不宣告 所以最後其實只要什麼 就這一行啦 上面的名字也可以改一下 這個要清除 好這樣子OK 有沒有 所以按一下 清除 不見了 其實說真的啦 很簡單 就是Range 所以你們 我還是建議啦 如果可以你可以多 就是學一些重要的 像Range這個物件很重要 指的就範圍嘛 那範圍就是指一個範圍 前後加雙引號 就表示這個範圍 那他後面這個叫 點clearcontents 就是什麼 清除內容的意思 OK 所以你可以發現這邊執行 有了 這邊執行 就清除了 OK 所以請各位 試試看好了 看看有沒有辦法 自己用chartgb產生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我剛剛的語法 基本上就是 第一個 就是 請幫我改為 VBA的sab程式 多一個 後面記得 因為sab沒有回傳值 所以你要多跟他講說 結果輸出到 14-1103 他就知道了 清楚的話 你們可以再看看 清楚或是說 如果你可以 就自己寫 沒有關係 試一下 那一個 我可以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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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 會不會